文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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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想世界 欢迎收听今天文茜的意想世界 我们待会会进到戴高乐的第二讲 当我们在讨论台湾当代的政治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在讨论2020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你所有看到的政争 都只有一个核心 我要权利 再说一次 都只有一个核心 我要权利 而不是我在乎这个国家 我在乎这个社会 我在乎痛苦的人民 所以其实我很厌倦台湾的政治 我很厌倦台湾政治的原因是 当你抱着更多的使命感 你抱着更多疼惜老百姓跟土地的时刻 你会觉得 你一直被各种不同的失望 到绝望所笼罩 每一个温温如亚的声音 后面都是谎言 一段文青温柔的宣誓 后面也都是权利的谎言 说穿了 我要权利 权利是春药吗 不 它是毒药 这个毒药 不是毒死他自己 而 毒死他自己 是他自己求来的 但是他也毒死了很多 无辜的老百姓 那我们今天的戴高乐第二讲里头 就让大家来对照一下 真的把国家 人民 以及 民族的光荣 放在自己内心的戴高乐 他怎么样选择 万民所唾弃 他也要选择一条 自由法国之路 I like I like Radio 欢迎来到 蜻蜓FM 我们的戴高乐第二讲 戴高乐第二讲里头 我们延续上个 谈到戴高乐 一次世界大人结束 他在战俘里头 学会了德语 一次大人结束的时候 他才28岁 然后 很快的 天生将才 必有用 之后呢 他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开始学习了各种 战略战术 这是我们在军府里头 看到他就已经 被俘虏的时候 就不断学习的 32岁的戴高乐 进入了 陆军参谋学院 他认为他需要 更好的战略训练 但是他突然发现 这些学院里头的教官 好像 仍然将 豪沟战奉为战术的 最高规念 这个令他很不开心 因为他是进来学习的 他自己亲自打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被俘虏的时候 他已经跟 当时法国的空军英雄 跟最优秀的战士官 在一起 他知道 现在这个学校教官 在教的东西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经验跟教材 所以他认为 这根本就是没有用的 因为将来的战争 一定会往前进步 战术一定是往前走 你给我教这个 一次大战的战沟 战好这件事情 干什么 他常常和学院的院长 激烈的辩论 他们差一点 要把他退学 就差那么一点点 最终他还是军官毕业了 成绩当然又是很烂 不过他从参谋学院 结业之后 他要求到德国境内的 莱茵河谷 在那里住房一年 所以人生没有一条路 是白走的 他被俘虏 而且从小 他就听到 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 俘虏是如何打败了法国 他想要了解 是的 这个时刻 虽然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战败了 但他曾经自己 是德国的手下白将 他被抓到战俘营去 他看到德国的精锐部队 所以呢 他就到了莱茵河谷去 他一点都不觉得 他是个战败国 看不起他 自己是个战胜国 他有什么了不起 完全不是 在那里 代表了亲眼目睹 法国的宿敌 德国快速地 重新整建起来 还有 法国军队的军事力量 和德国差距 越来越大 法国从 凡尔赛条约里头 拿到了一大笔钱 举国挥霍 在那个时候 法国成为师生之都 在那个时候 Coco Chanel的1921年的香水 开始吻事 整个巴黎街上 都是珠光宝气的人 喷着香水的人 但是德国想的是 他的国耻 他如何重新站起来 许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战 一个归咎于美国的大小条 间接导致了二次大战 一个是完全归咎于希特勒 可是从戴高乐的眼中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 法尔赛条约给予德国的耻辱 让德国很快地 就开始了扩军 他在1922年 以及1924年左右 写了好几次的信 告诉他的朋友们 他说 法国将和德国再大战一场 战争无法避免 而且几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形态完全不同 他认为 法国 根本不了解世界真正的情势 在未来的战争里头 缺乏足够的准备 当时的法国呢 普遍的就是厌战 追求和平 那这很正常 另外就是享受 法尔赛条约的庞大的赔款 给他们带来的各种 假象的美好时光跟繁荣 而法国在那个时刻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亡的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所以这使得法国呢 某个程度 对于和平的追求 你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他可能不够警觉 到底这个世界正在发生 什么的困难 其实一个国家 跟人的性格一样 它会有种逃避性 在那个时刻 大国觉得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 有点像中国的长城 就构筑一常列的碉堡公式 来防御未来德军的攻击 这个防线的设计者 就叫Andre Maginot 就是马其诺 后来我们称的马其诺防线 时尚最著名的 就是这些这条防线 那那个时候 法国觉得 他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但是戴高乐 虽然觉得追求和平很重要 他认为那个什么豪锅 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 他觉得最重要 叫做坦克车 他认为呢 法国的坦克车 根本 虽然有 备战车 但是 并不足以对付 德国现在已经做到了坦克车 他当时就看到了 德国坦克车的可怕 所以整个1920年到1930年代 尤其是大萧条爆发 希特勒崛起的时候 戴高乐是孤军奋斗的 在各地著书演讲 希望唤醒法国的居民 理解 跟看到他已经判断的事实 唯有建构以坦克为骨干的陆军 才能够保障法国的安全 结果 八国当然没有人要听他的 但是有一群人却听到了 因为他把它写成了书 看到了他的书的人 叫做德国人 因为当时他写的书叫 《未来的陆军》 这本书呢 就成了德国陆军建立 他的一个第一报式战车军团的基础理论 历史会不会太荒谬 大家刚才的远见 一直到什么时候被法国人看到 你难以想象吗 我刚刚讲他从1922年到1924年 到1926年 不断地演讲演讲 1939年 德军的报式战车团 就是用他的 原来所写的战争理论的这本书籍 叫做《未来的陆军》 所成立的这个军团 攻破了波兰的军队层层防卫 横扫波兰全境 一直到了1940年 他们再攻占了丹麦和挪威的时候 法国的陆军开始 相信戴高乐 于是这个时候陆军最高司令部 只在那个情况里头仓促的授权给戴高乐建立两只装甲师 但是太晚了 1946年的5月10号 德军对法国展开闪电攻击 就像戴高乐好早之前就预期的 马其诺防线 根本挡不住德军 法军的坦克部队 根本没有办法 赶快赶到前线上 来防护法国 尽管如此 大高乐也没有觉得说 你看吧 你们都不听我的 我就看你们垮了 我刚才说过 他的学艺里头 他生下来 跟他的家族 到他最后厌弃的那一分钟 他都认为他是为法国而生的 他也该为法国而死 所以他仍然严格的都军 使他的部队成为 当时最较勇善战知名的单位 到什么地步呢 他的母亲已经病危快要走了 他和父母亲之间的感情 和丘吉尔是不一样的 父亲可能对丘吉尔来讲 是期望他成功 母亲是美国大亨的女儿 她是保姆养大的 我曾经说丘吉尔 她的首相官邸 后面放的照片是她的保姆 但是戴高伦的妈妈 是亲手把她带大 而且经常跟她讲述故事 她跟母亲的感情是很深的 但是当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她的妈妈已经病危了 军队打仗的地点 她都军的地点 就在母亲居住的 病危的地点没有多久 她的部队行军到 离母亲的住处 只有数里的时候 她犹豫了一下 看了一下母亲的举住之处 看了举住之处之后 她举了一个躬 跪下来 亲吻了土地 掉下了眼泪 和她的母亲 和她的母亲告别 他们也回去接母亲最后一面 你们也回家 在那个时候 所有法军的装甲师团里头 只有戴格勒索 辖的单位 能够延缓德军 生猕猛的攻击 那时候法国就分成两派 一派就赶快跟德军妥协吧 一派是我们要继续作战 那时候法国的总理 叫做Rayno 雷诺 就在这个时刻 雷诺总理派了戴格勒到英国 那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因为已经进入了1946年的6月9号 我们刚开始一开始的音乐 让你感觉到 好像每一个音符 都在向着你冲过来 二次大战也是这样 每个月的情况 每个时间点都不一样 时间发展得太快 事情发展得太快 1940年6月9号 法国的雷诺总理呢 就派了戴格勒到英国 那这个改变了戴格勒的一生 他见了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当时刚好英国的首相 已经是丘吉尔 他们两个人的首度会面 是一个历史性的转类点 当时丘吉尔已经六十几岁了 是英国政坛的元老 66岁了 而戴格勒只是一个 刚开始在战场里头 被提拔为 少将的 会打仗的陆军 将军而已 所以 他们两个的见面 能够代表什么呢 那个时候 这两个人 就是一看就是 世纪为人 他们就达成一个 从来没有人会达成的一种 态度跟协议 丘吉尔和戴格勒 首先想到的是 如何牺牲德 包括像法国 包括像英国的独立主权 然后 两国统一 建立单一政府 建立单一军队 这样才有办法 阻挡 德国 英国愿意这么做 戴格勒也认为 不要谈什么法兰西荣耀 这件事情 就是得如此 所以丘吉尔曾经说 当时呢 戴格勒在 6月9号 搭着飞机 来到英国的 这种小飞机里头 不只是载着戴格勒 还包括了法国的荣誉 因为从此 整个法国 跟整个戴格勒的命运 都被改变了 而这个提议 被提出来之后 戴格勒希望回到法国 就他发现 他出国期间 雷诺总理 已经被失败论 跟投降论者逼迫之下 已经辞职下台了 既之而起的 就是后来 大家对法国历史 很了解的 叫做围棋政府 他被称之为 叫做投降政府 然后担任 当时围棋政府的 总理的人是谁呢 你们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 谈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参加了 33军团 那时候戴格勒 他觉得还要跟随着他 因为这个将军 是最会打仗的 他名字叫贝当 现在担任总理 围棋政府总理的 就是北当 此一时彼一时 他想做的 就是要赶快协商一份 停战协议 戴格勒这个时候 就站在他的人生的 重要的关口 他应该支持 他当年的长官 围棋政府呢 还是对他 挚爱的法国 权力的奋斗呢 这是戴格勒 后来回顾他一生 他说所有的政治礼后 欺负对他都是小事 可是那一生 是他人生 最痛苦的一个抉择 最难下的决定之一 他曾经说 我觉得我生命的一部分 似乎就在这一刻 已经死掉了 这部分就是 我长久以来 现守的整体的法国 不可分割的法国陆军 还有我对领袖的忠诚 在那一刻 我死掉了一个部分 而命运对他的呼唤 从小开始的血液 十分清晰而响亮 一个没有荣誉感的法国 就不是法国 历史要他为法国 做出高贵的贡献 即使战斗 绝不投降 他拒绝了 为其政府 所有要求他做的事情 他搭上了一架小飞机 再次的前往英国伦敦 这个抉择是什么 因为后来他就在伦敦 那个地方成立了流亡政府 因为维系政府全部都投降 全法国全部都投降 那个时候呢 德军进攻法国 到什么地步 德军在1940年的6月14号 进入巴黎 法国在6月22号投降 真正抵抗德军的时间 只有六个礼拜而已 他已经看出了 法国的情况 法国能够勾结德军的 就勾结德军 包括香奈尔小姐 当然他不得已 他觉得他是要救他的 妹妹的儿子 因为他妹妹 跟一个犹太人在一起 他们生的儿子 是犹太人的血统 他救他的侄子 所以他跟一个 德国的军官同居 我是举一个人的例子 所以二次大战之后 香奈尔也曾经 被抓到法庭里头去审判 那很多人都被抓到 法庭里去审判 后来半年之后 法国有一个知识分子 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算了吧 不要再骂了 我们全法国都是叛国贼 因为当时的法国 全部都是投降主义者 都是明哲保身者 因为一次世纪大战 说法国死掉了一百万人 法国已经不想再打仗 然后呢 就在那个时刻 戴高乐 他在爱法国的心情里头 离开了法国 在为法国的荣耀而战的心情之下 他切割了法国 因为他要切割的是法国 举国的投降主义 他飞往了伦敦 身上只有带五百块钱美金 这个举动 当时法国还没有投降 他是先跑的 他被人家咒骂 第一 叛国者 逃兵 懦夫 开小差 甚至有人主张 应该判他死刑 你看骂人多容易啊 每多人讲这些话的人 自己都投降光 然后他飞到了英国去 飞到了伦敦 身上只带了五百块钱美元 一下飞机以后 他就前往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发表那一篇 非常著名的演说 叫做荣誉在召唤 他说法国只输了一场战役 但却没有完全战败 他呼吁所有在英国国土上的 法国人和他联络 他说一个新的法国 在这次的广播演说里头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自由法国 接下来他每天晚上 都透过收集广播 渐渐的英国人 还有在英国当地的法国人 知道有这么一个背负法国荣誉的 人长得很高大的 法国少将将军跑到这里来 但是你知道自由法国 他不断地演讲 不断地演讲 在第一年里头 他只号召了多少人 你猜 七千个人 所以法国不只是国内全部都投降 在初期的时候 人们也觉得根本不可为算了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气氛 而在这过程当中 让自由法国这个运动 可以后来不断地持续下去 最后成立流亡政府的关键人物 就是丘吉尔 那个时刻 丘吉尔给予戴高勒最迫切渴望的承认 还有给予这个运动必要的资金 丘吉尔宣布 只要认同戴高勒的自由法国人 不论他们身在何处 戴高勒都是他们的领袖 从那一刻开始 戴高勒成为反抗希特勒 反抗向希特勒投降的 为其政府的最重要象征 起初 当然他是完全看丘吉尔 给英国人民对他的支持跟慷慨 甚至有十几位寡妇 寄来了他们当年的结婚礼物 他们是一群犹太人 他们太感谢他了 就在这个状况里头 他在法国 先是被当成叛国者 判处死刑 后来也看着法国完全被占领 然后靠丘吉尔的阶级 大哥开始 要展开了他人生最伟大的战役